伍佑 還在想你是誰呀 不管怎麼想 腦子裡總是一片空白 似乎從前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只有一堆祸 大祸 你呀 就別再難為自己了 依我说啊 从今天起 你就改头换面 重新为人 说得轻巧 朕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不知为什么 我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似乎 似乎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完 是什么事情啊 要是能想起来就好了 想不起来 就别勉强 一切慢慢来 如果有一天你只能想起些什么 恐怕 首先就会想到你自己是谁了 在这之前 你还是踏踏实实的随我回到卧虎庄 其他的等安德下来再说 小青姑娘 你看 过了一条船 走 这船倒也奇怪 连个任标都没有 万一搬在湖里 都不知是谁家的船 就是啊 哪怕挂得小型也好啊 这 这好像是我们卧虎庄的船啊 咱们装上的船 老三 你也花了吧 咱卧虎庄的船 哪能不带任标啊 你们不常在码头不知就里头 这条短船 卧虎庄 卧虎庄 你们看 又过了一条船 啊 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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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咱们喊的吗 李将军 奇怪啊 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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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喊什么呀 好像叫李将军 李将军 李将军 人家没跟咱们说话 好了 别看了赶快烧饭吧 好 李将军 李川 你在喊什么呢 你看到坐在船头那个男的了吗 好像是李将军 什么 李将军 不会吧 他怎么会在这呢 肯定是你看花眼了 好 也许罢了 快点 加把劲 奔下大盾船 来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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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吃饭了 来 总是安安的叫你 连我都觉得别扭 再说 你连个名字也没有 回到庄上 你怎么和我爹说啊 随便起一个就行 你倒是好打发 那 是我给你起呢 还是自己来 听你的 好吧 你飘在银河里 是我们把你从水里救到船上的 就叫水生吧 好 从今天开始 我就叫水生了 请记得订阅频道 请记得在影片下方 帮我们留言 按赞 分享